真的沒有太多因素可以提及 即是 退市好像還未達到他 雖然通脹比較高 但是有一點經濟的前瞻數據 例如 PMI 等等 之前一兩個月發表 都令市場很失望 我想應該沒有什麼優勢 我想 首先去年可能真的升得比較急 因为去年2020年是过去金融海啸后 这十几年来第一次大家对欧元有点希望 你很聪明,你贴中了 因为当时有一个共同基金的成立 一个这样的消息 我想这个消息还是未发挥作用的 因为当时讲完之后好像一直没什么进展 也没有人再提这个共同基金 但起码当时给大家的感觉 起码欧元区应该不会再有什么瓦解 分裂等等,应该有些团结 共识 是的,有共识 所以当时变成了欧元区 但是当时很明显,或者到现在这一刻 其实它的经济都一样 像你所说,我们看几方面 经济数据大家都五十步笑八步 大家都受疫情冲击 政治上有德国的选举 26日 应该有机会改朝换代 因为首先默克尔夫人就退下来 但是它的政党可不可以延续呢? 这个也是一个变数 但是第二方面就看货币政策 你说收水,甚至说加息 基本上就是遥遥无期 它之前还出了一只小鹰 但是至少收水上面 通胀我想都有少少压力的 可能都是给到 下一个要炒收水的央行 应该就到欧洲央行 但是第三方面就是加息 其实这个始终都是落后给其他经济体 所以要考虑的话 都未轮到它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你看回去 要跌下去的空间多不多 如果你说可能 三百点 二三百点 左右的空间 算多的话 我看到有多个底在下面 是的 我这个图就给大家看到 上年由三月至八月 九月份左右 中间是差不多半年时间 其实当时的阻力 都是大概1.13 1.15这些位 当时很明显的阻力 但是升穿了之后 这些年纪 其实一直都是守住了 所以这些位 都是一个很关键的支持位 所以如果由现价去计算的话 你说下回最悲观 可能大概1.15左右 就有1.14水平 这个就有这样的可能 但是其实中间 你看到也都 刚才你说很多个底在那里 其实就变成了 好像一级一级楼梯那样 中间不是一条直线下去的 可能是真的反复地试下去 变成这些 对投资者来说 不是那么容易掌握 反而如果有机会 在大概1.14 1.16之间 这些位附近 慢慢收集 做一些中长市部署 我觉得回来更合适 好 即是说 现在今年的高位1.23 跌了差不多 800点下来之下 这些时间再追 其实有少少是很尴尬 大家买升买跌 都是在中间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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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